所以你在存檔的时候它会跳出那个讯息 问你说那个这个最后记得要把它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的时候呢 记得一定要把它存这个 启用聚集的活跃簿这个选项 它预设是这个上面这个选项 那上面这个选项是没有聚集 也就是你存完之后 假设它会跳出你是不是要存这个 如果你这样一存的话 XLSX 那你刚才选聚集就会 不见 就会不见 所以特别注意 那存档类型呢 请你务必要改这个 有一个M XLSM这个选项 这样存档才会是正确的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范例 那下一个范例的话 我修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类似像这样 比如说我要拆解 假如说我今天要拆解这个 这边的这个日期 那最后做出来 我希望呢 可以做到类似像 这个日期里面呢 我希望把月份的部分拆出来 放在I欄上面 那我多一个按钮按下去 拆解月份 这个时候它会问我说 我的这个分隔符号为什么 那我这边的话呢 给它一个斜线 因为这边的话 我的符号 我间隔的符号是斜线 每个年月日的间隔符号是斜线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月份会帮我拆出来 放在这里 再来的话 日的话呢 我要显示日期的话 也是一样 给它一个斜线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日期的部分 也会帮我拆出来 放在这里 年的部分的话 也是一样 显示年 然后多一个斜线 按一个确定 这边年月日可以拆出来 那最后把这个结果 把它清除掉 最后呢 有一个按钮 全部显示 那全部显示 全部的分隔符号 也是斜线按一个确定 那全部 它要不要取代就有确定 那这样年月日 年月日通通都写字出来 OK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范例 首先呢 我们要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也是利用呢 这个Excel里面 内部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的话呢 第一个 你要先把日期 请开启那个 这个问题二的范例 再来的话呢 点选H2之后的话 把底下全选 Ctrl Shift向下 把这个范围呢 整个选取起来 选好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们可以利用 里面一个资料 不晓得各位 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叫做资料剖析 这个资料剖析 可以针对你的资料 它的分隔处呢 做一个分隔的动作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它会跳出 这个资料剖析精灵 里面的话 我们按照什么呢 按照它的分隔符号 按下一步 那我们的分隔符号 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 资料剖析精灵还蛮聪明 它会自动帮我找到 其他斜线 好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呢 它会问你说 你这三个栏位 剖析出来之后 这三个资料呢 要不要更改 它的资料类型 如果没有 我们下来的资料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